小林玩具 小帕 你怎么了 最近几天小甜辈晚上总是睡不好 我觉得他应该是怕黑 那如果你们开着灯睡呢 不行 开着灯我又睡不着 嗯 那什么呀 嗯 一个玻璃瓶 嗯 我知道了 那就让我来变飞为宝吧 简直是天之我眼 哎 小帕 你想到什么了呀 芭果再告诉你 我先把瓶子洗干净 现在瓶子已经清洗干净了 材料也准备好了 小帕 你到底打算做什么呀 嘿嘿 我突然想到了 小甜门怕黑 但是又不能整晚开着灯睡 所以我打算用这个玻璃瓶 做一个小夜灯 陪伴他度过漆黑的夜晚 啊 原来是这样 都是期待啦 那我就赶快开始咯 首先呢 我们可以在白纸上画出草图 我们可以用铅笔沿着轮廓画出来 待会图案就只能画在这个轮廓里面哦 下个月就是圣诞节了 要不然我画一颗圣诞树好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玻璃瓶放在上面 首先呢我们要用到的是金色 在金色勾一个边 黑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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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呀 灵阔已经画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上色吧 再画上黄色的星星吧 黑呀黑呀黑呀 阿比阿 加一点白色的雪花做装饰吧 黑呀黑呀黑呀阿比阿 现在呢我们要给小雪人画上眼睛 哇 呜哇 完成了快看 嘿嘿 把这个小灯袋也放进去吧 怎么样还不错吧 希望小甜妹有了这个小夜灯之后呢 每天晚上都能进入童话网友的梦乡 小甜甜 小甜甜甜甜 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 你睡醒了 喜不喜欢 嗯 嗯 妈妈 哎 哎 灯 你很乖乖 这什么 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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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